历史上崇明的名人一麻袋,尤其是两汉,魏晋时期,你到大街上叫一声王贤,刘章,陈参,估计有一圈人扭头冲你爱,甚至一个家族内,儿子跟孙子,侄子跟女婿都同名,抓狂步。 下面请大家跟着一关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几对同名的历史名人,再告诉你一个古人多崇明的原因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一对韩信同为开国功臣。 刘邦帐下有两个韩信,二人不光名字相同,还有着相似的结局。 后人为了区别二人,只好把学习成绩稍差的韩同学叫做韩王信,我们熟知的韩信,即号称兵先,将兵多多益善,最后被刘邦吐死狗烹。 鸟进宫藏的那位,他是三好生,大家耳熟能详,不多赘述。 另一位韩信是战国七雄之一韩国韩湘王的孙子,地地道道的贵族出身,远不是靠嫖母救济的韩信所能比。 陈胜吾广起一爆发后,韩王信追随族兄弟韩城起兵。 韩城战死后,他与张良一起投靠了刘邦,因战宫被册封为韩王。 封地在行阳,后来刘邦觉得行阳这地方太重要,于是将韩王信喜风带地,带地与匈奴接扰。 面对匈奴的屡屡入侵,韩王信力不从心,只好私下跟匈奴人启合,刘邦得到报信很生气,你这不是卖国求荣的汉奸吗? 于是,刘邦屡屡屡派使者,把韩王信臭骂一通,韩王信心里害怕,老刘这家伙绝不是善茶,干脆趁他还没把刀架到自己脖子上,反了个球的。 后来刘邦派柴武挂帅,平定了韩王信之乱,并斩杀了他,韩王信也成为刘邦消灭的第一个异性诸侯王。 汉文帝时期的名将韩颓当,就是韩王信的儿子,汉武帝身边的命臣韩燕,就是韩颓当的孙子。 两个刘秀,谁是真命天子? 我们熟知光武帝刘秀,还知道当年他就是凭一句刘秀为天子的称语,而起兵获得了天下。 但你可能不知道,其实称语中的刘秀,指的根本不是此刘秀,而是另有其人。 称语中的刘秀,是一个叫刘欣的人,此人为了避讳汉哀帝刘欣,把名字改成了刘秀。 刘秀,刘秀改名的时候,公元前八年,刘秀还没有出生,公元前六年呢。 刘秀是刘邦的弟弟刘娇的后人,他与父亲刘相,都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学术专家。 刘秀还有一个好友叫王莽,因此他的命运也与王莽紧紧绑定,王莽当了皇帝后。 刘秀成了新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公,但新朝晚年,一对好兄弟反目。 刘秀,当时有个叫西门军会的术士,不知道从哪搞了赤福福,说汉氏当心,刘秀为天子。 其实那是,他们想借助刘秀的影响力,来推翻王莽的政治把戏。 当然,刘秀们的图谋没能得逞,一伙人全都被诛杀。 刘秀也自杀身亡,但后来这个衬颜被刘秀盗用,一花接木带到自己头上了,你说神奇不? 连王莽居然都有两个。 接着就说王莽,很多人不知道,历史上连王莽这么个怪癖的名字都能中了。 篡汉自立的王莽无需多言,大家都很熟悉。 另一个王莽是汉武帝末年的官员,职位是魏魏,比皇帝王莽大了至少八十岁。 魏魏是北军统领,负责皇宫,魏列九卿。 但这个王莽的事迹却不多,史书上也没有他的传记,所以不为外人之,他的出名全靠儿子王乎。 王乎实为适中,内朝官,给汉武帝当决策参谋,公元前八十七年,汉武帝驾崩了,留下一道遗诏,运霍光,今日低,上官皆辅正,可就在圣旨宣读后,王莽不干了。 我一直在皇帝身边,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么一道圣旨,我怀疑这是一道伪诏,王乎的话如同重磅炸弹,关于汉昭帝究竟是不是汉武帝亲定的接班人,霍光等人有没有矫照,后时一直存在疑问,其中王乎的话就是证据之一,大权在握的霍光大怒,把王莽招来一顿臭骂,吓得王莽回到家,就杀了王乎。 至于谁是穿越者,你说了算,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,两个肚子下靠帽子区别。 其实我们也不必为古人崇明而担忧,因为大多数场合,人们出于尊敬,称对方的字号,而不是直呼其名,这就避免了崇明的尴尬,不过,称呼字号也麻烦。 古人的字号相同,也是屡见不鲜,比如汉城帝时期,就有两个肚子下,一个叫杜钦,一个叫杜叶,两个肚子下一起站在朝堂,叫起来也很挠头,怎么区分他们呢? 当时的人分别给他俩取了外号。 杜叶叫大官肚子下,杜钦叫小官肚子下,为什么这么叫呢? 因为杜叶总喜欢戴一顶高大的帽子,杜钦则戴个小帽,不过杜钦听到这个,称呼气得想动手打人,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这么叫。 因为这是个侮辱性的称呼,原来小帽并不是官,而是指杜钦的眼罩。 杜钦先天一只眼失明,只好戴个眼罩世人,呃,看起来古人也不靠谱,竟然如此恶搞。 令人抓狂的陈贤,王兴,王商,刘章们,除了上述几位名人,如果我们戏八,估计三天也说不完,太多了。 再举几个例子,西汉末年,至少有两个陈贤,一个是丞相陈万年的儿子,跟淳于长,萧玉,朱云等人混迹江湖。 还有个陈贤,专门跟王莽不对付,新朝建立后,坚持不是王莽,隐居山林终了一生。 南宋时期还有个陈贤,是宋孝宗时的晋士,观声相当的好。 汉原帝有个表叔叫王商,曾经官居丞相,后来被皇后王正军的哥哥王凤害死。 王正军有个弟弟也叫王商,多年后,他接替王凤当了大将军,其实同时期还有个王商。 是另一只外戚子弟,这三只王是外戚,一只是汉宣帝的母亲一族,一只是汉宣帝的皇后一族,还有一只就是汉原帝的皇后王正军一族。 王莽有个儿子叫王兴,他的孙女婿也叫王兴,你可能要问,古人不是同姓不婚吗? 怎么孙女嫁给了同姓?其实古人是同宗不婚,同姓不同宗是可以结婚的。 比如王莽的妻子也姓王,刘邦的后代中崇明的多如文盈,一巴掌能拍死好几只,比如刘章,至少有四个。 刘邦的树子刘肥的次子朱须侯刘章,光武帝刘秀的侄子齐王刘章,淮阳王刘章,常山王刘章。 其他的,如刘毅,刘毅,刘夷,刘德,刘兴,刘康,刘公等等,重复利用率都很高。 原本以为现代人水平低,起名字没创意,总在那几个字上打转转,没想到古人也一样,古人多崇明的原因大致如下。 其一,时代特征使然。 历史上崇明最多的时期,主要集中在两汉和魏晋,这跟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关,崇尚丹字明。 人们为何有这么个奇怪的风俗呢?因为自西汉起,儒学成为显学,儒生们发现一个规律,那些仙贤如鸡蛋,孔秋,孟科,寻筐,炎回,李尔等等,都是丹字明,所以全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,起丹字明就是学习古圣仙贤。 再后来干脆认为,只有二流字才会起双字明,比如,王莽有个孙子叫王宗,后来因为谋反被杀,王莽深以为耻,把他的名字改成了王惠宗,以示羞辱。 后来连匈奴人也跟着赶时茅,比如呼喊携缠鱼的儿子囊之牙丝,乌珠流缠鱼,就改名为智。 其二,士族豪门化的结果 自从儒雪获得独尊的地位后,西汉兴起家学,因此诞生了一批豪门士族集团,继而形成中国历史上的新的政治集团,士族阶级。 比如刘氏,王氏,严氏,欧阳氏,韩氏,陈氏等等,掌握了特权的这些家族,子孙后代繁衍速度奇快,因而崇明的概率也大大增加。 其三,常用字扎堆的结果 这一点,古人跟金人一样,起名字也赶时髦,谁也不会给孩子起个阿猫阿狗的名字,于是就盯着那二十来个寓意美好的字眼上较劲。 这种现象,直到南北朝后期,特别是隋唐,随着门阀士族集团的衰微,以及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融合,双字明开始流行,读书也逐渐平民化,那个令人抓狂的崇明时期才与我们告别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一关历史带你一起了解三国历史故事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